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下面我们讲《显观众论》 前面讲了二十圣戒 二十圣戒是以小乘和大乘的不同观点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这次讲《显观众论》不算特别广 刚开始的时候有个别道友也让我讲得很广 但讲得很广的话一方面 我们这边发心人员也经常做一些讲记 做讲记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 做一本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如果讲得太广了 好像一部论一部论 就像原来讲《大圆满前行》有八本书 《入行论》有十本书 那这样的话现在末法时代不要说是十本书二十本书 一本书要看完基本上都是没有时间 所以太广了也没有意义 但基本上字面上不解释的话 恐怕有些道友第一次学《显观众论论》 也许是这一辈子当中最后一次学《显观众论论》 所以对你们来讲也是极会难得的 因此我稍作解释 解释得不是很广 今天我们讲在前面的教授里面 教义道加行之分之 我们前面讲辩知 表示辩知的十种法当中 那么现在第三个法 也叫做抉择者第三个分 那么它分为略所差别之本体和光所必等之分类 一个是加行道 抉择者指的是加行道 加行道的本体和加行道的分类 分两个方面讲的 首先第一个正无差别及摄持 还有缩短的差别 对应差别是分两个方面 意思就是说 什么是加行道 加行道有加行道正无的特点 还有加行道色素的特点 加行道缩短的特点 加行道有这么几个特点 首先我们在略所当中 大家要知道 我们经常在学中观也好 学般若也好 包括学密法的时候 有五道十地 五道十地里面 第一道是资粮道 然后第二道叫做加行道 加行道比资粮道高 但是比剑道还低 那么这个时候在这里 今天我们这一堂课当中 你们以前可能对加行道 不是很了解的话 那么今天这一堂课 大家应该给提供一个 比较全面 清楚的一种认识 加行道其实是一种境界 也是修行过程当中的一种境界 拥有加行道圣者智慧的差别 今天主要讲这个差别 比如说我是一个资粮道 的话 那么我的智慧是什么样的 我断出来的障碍是什么样的 讲这个问题 如果我是一个加行道的智者 加行道的智者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其实佛教的这些修正 拥有佛教的这种修正 它都有标准 都有衡量 并不是我们说一开悟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并不是这样的 在显宗也好 在密宗也好 五道十地的境界 都没有什么差别的 那么这样的时候 首先他这里 其实加行道 在我们其他的一些诸书当中也讲了 加行道是按照小乘的说法 那么加行道是除了白居露珠以外的 三诸当中的人都可以得到 他的身份来讲 这三诸的人也可以得到的 还有欲界的天人 他也可以得加行道 按照大乘的观点 除了这三诸的人和欲界的天人以外 地狱 饿鬼 旁生 包括阿修罗 也就是说我们六雀当中的这些众生 都能有加行道的缘分 就是加行道的缘分 这一点 五光尊者在不同的论典当中 引用了许许多多的教证 会说明过的 加行道的心意 心的所义 实际上主要是 依靠第四禅的境界之后才得到的 所以加行道的这种智慧 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的 加行道确实也不是很容易的 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 加行道的特点有五种特点 所缘的特点 形象的特点 因缘的特点 色素的特点 还有所断 加行道有 我们以后要了解加行道的时候 其实这五种特点 相关重要论里面 这五种特点来进行说明 那么首先它这里有个略说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所缘即形象 因缘并奢持 这两个句子 意思就是说 加行道在这个颂词 这两句当中 按照欧巴佛佛的科判 有四个特点 在这两句当中 已经讲了这四个特点 那四个特点 一个是所缘 二个是形象 第三个是因缘 第四个就是奢侈 除了下面的所段以外 这四个特点在这里讲了 这样的时候 我们这四个特点 基本上是前面的三者 对证悟有关系的 然后后面的奢侈 也有间接证悟的关系 什么是所缘呢 比如说 本来他是所有的这些 对智慧的一种相关 这个是我们前面也讲过 一般相关里面主要讲 作为一个圣者 他所证悟的层面来解释的 然后在这里 所缘的话 比如说我是一个嘉行道 那么我嘉行道 所了悟的对境 所认识的对境 这种差别而讲的 然后什么是形象呢 能了悟我的 智慧的境界高地来讲 这叫做形象 不仅是我们在嘉行道的时候 后面还会经常遇到 所缘和形象 还有因缘等这些名词 那么这个时候 比如说 我们讲 诸子是无常 诸子无常对境的这些差别 叫做所缘 诸子无常的道理 我已经通达了 那么当时我通达的智慧 叫形象 大家应该知道 因为我关心诸子 我关注的对境就是诸子无常 这叫做所缘 原来有一个老师 四川的一个老师讲 你们晓得不我 你们晓得不我 这个是什么 诸子的所缘无常 这个叫所缘 然后我通达了这个 这个叫 你们晓得不 这个叫做形象 然后什么是因缘呢 嘉行道的这种因缘 他下面还会讲的 就是善成的 也就是说 这种嘉行道直接变成剑道的因 这叫做因缘 然后这里所谓的奢侈 奢侈 我们下面广说的时候都会讲的 有内奢侈和外奢侈 内奢侈的话 内心当中所证悟的 大悲心和空性智慧 这两者 然后外奢侈的话 凡是给你宣说 大乘佛法的这些善知识们 包括释迦牟尼佛 唯独历代的诸佛菩萨 还有诸师传承常识 这些都叫做外奢侈 因为我们要通达 或者真的 证悟嘉行道的这种智慧 需要外面的一种奢侈 因缘 如果外面的奢侈没有的话 内政很容易退市 仅仅是有一种内政也不行 外面的奢侈 光有外面的奢侈 善知识的奢侈也不行 还有内心当中需要有证悟的 所以这四种形象讲到了 所谓的四种差别 本身这个嘉行道 它是一个见道的殊胜 我们见道分 嘉行和真行 后行 然后嘉行道 它成为见道的嘉行 嘉行就是一种前行的意思 因为当你得到见道的时候 万事万物的真相 完全已经通达了 在之前的这种境界 叫做嘉行道 我刚才讲了 嘉行道所缘的差别 按照《现观庄严论》 这里面来讲 主要是死地所舍的 一切法和有法 包括人物和法物的所缘 嘉行道的菩萨的所缘 还是很广大的 跟见道的所缘 基本上所缘方面没有差别 只不过嘉行道的这种证悟 并不是完全限量见道的 这是门彭仁波切 好多的论典当中 都有说明的 嘉行道以什么方式来 证悟人物和法物呢 他是以忠相的方式来 我们一名当中 经常有忠相和自相的方式吧 他以忠相的方式来通达的 并不是限量见道的 但是基本上已经通达了 到了嘉行道的时候 跟我们从来没有了无万法真相的 这种人完全不相同 所以他的对境 是死地所舍的二无 然后他的形象 也就是说 刚才其实对境是二无恶的 然后他的形象 也是人无恶和法无恶的智慧 就这样一种圆满的 相关的智慧吧 刚才你的对境完全认识的 这种形象 他的硬的差别 所有的三层 因为三层应该称为大乘见道的硬 小乘见道不能称为三层的硬 身为缘觉菩萨的话 那么见道称为 因为嘉行道的特点是什么呢 它有能起因的作用 他的形象 他的所缘 还有他的摄持 这种摄持 跟小乘的摄持是不相同的 那么大乘的摄持 既不能堕善有的边 也不能堕涅槃的边 这两个边当中 让你救护出来的什么呢 就是大乘空性大悲法门 还有宣说这样大乘法门的善知识 就是善知识 这叫做摄持 后面还会讲的 这个在这里是略所 刚才这上面 所缘 形象 因缘 还有摄持 有四个差别 后面的这个颂词 还有一个差别 叫做所短的差别 那么所短的差别 也进行有一种对应 还有超出的解说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讲了 嘉行道的菩萨有四个方面的差别 就是心相所缘 还有因缘和摄持 这十个方面 还在这个上加上一个 他的所短 那么所短是什么样呢 有嘉行道境界的菩萨 实际上他可以能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一样 能救护世间当中的可怜众生 那么他嘉行道的整个地位 有乱定人 世间第一法 总共有四种 这四种的本体 实际上分别都具足四种分别念 我们四种分别念后面会讲的 清净分别念 燃物分别念 还有石油分别念 加力分别念 下面会讲四种分别 这乱定人 这是四种不同阶段的智慧 这四种不同阶段的智慧 实际上都有他的违缘或者违品 他依靠它 或者与他相依的方式来具足四种分别念 其实这四种分别念 有些是所知障 有些是烦恼障 这四种分别念 依靠嘉行道的上品 中品 下品 通过这三品的嘉行道来 进行摧毁 毁灭 这个大家应该明白吧 这样的话 这四种分别念 所设的一切障碍叫缩断 这四种缩断 依靠不同的乱定人 每一个都有上品 中品 下品 总共十二个吧 如果你要详细分 总共有十二品智慧 这十二品智慧 可以断除这四种分别念 这四种分别念断完了以后 从所短方面讲 这就是嘉行道菩萨的境界 嘉行道菩萨的智慧也好 他的境界 实际上超出什么呢 超出小乘当中的声闻 还有独觉 灵教育的独觉 所以在这里我们先要懂得了 嘉行道实际上是一个 见到之前的一个菩萨 他可以称为菩萨 但这个菩萨的地位 分了不同的智慧 这种智慧它的所短方面 实际上有四种分别念 后面会讲的 下面我们前面的这两个颂词 如果我们总结出来 它有所缘的差别 形象的差别 因缘的差别 色彻的差别 还有所短的差别 这个小乘当中也有嘉行道 但是跟这个 有些地方是不同的 比如说像所缘方面 小乘当中的所缘 嘉行道的人的所缘就 苦极灭道 在四种的所缘 在大乘当中的所缘 苦极灭道所舍的十六个项 或者说三十二种正义 全部一一地遣除 比如说我们想哭的话 苦它不多两边 哭也不存在 不哭也不存在 最后三十二种正义 都一一地遣除 所以从所缘方面 有大乘的受伤 然后形象方面 因为它已经通达了 就是万法的 不多两边的道理 这个形象上面 也已经超越了小乘了 它的因缘方面 小乘的因缘 只是嘉行道 只能成为见到的因 但是它不能成为 大乘的见到一地菩萨的因 小乘的不行的 然后大乘的 我们这里嘉行道的因 它不仅成为 小乘的见到的因 因为证物无我 也可以成为 还要成为 大乘菩萨的见到的因 所以所断方面 不是所断 因缘方面有差别的 然后摄持方面 也有差别 大乘善知识所宣说的法义 大乘所宣讲的大盆空行藏 然后小乘当中嘉行道 所摄持的善知识 和它内在的证物 无我证物也有差别 然后在它的所断方面 所断方面 像小乘的嘉行道 它的所断 这是烦恼障的部分 而大乘不但是 嘉行道的圣者断了烦恼障 还有所持障的部分也断掉 所以按照现在弥勒教言的道理 这个颂词不仅是讲到了 它的所断方面 所有的所持障和烦恼障的部分 更重要的话 这个道理非常符合于 弥勒菩萨的愿文 以前格鲁派的个别大德说 这个颂词所解释的 主要的一些意趣 实际上是断除了所持障 并没有断除烦恼障 这方面有说法 但是这是后来的 很多大德认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不符合弥勒菩萨的 其他大乘的教育 因为我们在这里 大家都应该知道 作为一个加行道的一些智者 实际上他所断除的 应该也有烦恼障的处达的部分 也有所持障的部分 处达的地方 如果连这些都是没有的 到一地菩萨的时候 为什么又开始断除 为什么到八地菩萨的时候又开始断除 当然在这些方面 我们这次讲相关壮乱 并不是以辩论为主 其实我看有个别的道友 辩论还是很喜欢的 看路上 路上都是在辩论 尤其我昨天看到有一个道友 他跟哥们不信佛的那些女友的人 给他进行辩论 你懂不懂 说字逐遍一切万事 开始现在我们学院里面的 有些道友很厉害的 他从来没有皈依过佛门的人 都是开始用一名最高的经济 来进行说服他们 世俗的能力很强的 这是嘉行道的五种特点 嘉行道的从略说方面 这个颂词讲得非常好 应该我们如果真正要想 认识嘉行道 以前可能有些道友 就经常在佛教当中 遇到资粮道 嘉行道 但是到底嘉行道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很多人都可能不是很清楚的 所以前面讲嘉行道整个证悟的所缘和形象 还有因缘 舍责 所断 这几个方面 简单地说了 下面对每一个这些道理 又说广说 广说 必等之分类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 光说所证 所缘 形象 以及因缘 就是这三者 一个是所证 还有所证 所缘 然后是形象 还有因缘 这三者 然后光说所短 四种分别 这个后面会刚刚讲的 然后光说所依的两种色词 你看这个光说当中 我们前面的这几个 全部都会广说的 刚才有些人 什么是形象 什么是因缘 什么是色词 什么色词 色词 是不是色音 不是 色音的色也不同 是什么色词 有些遇到了一些心的名词 其实心的名词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懂得它的意义 这个很重要 遇到一个心的名词 就像是小麻雀 看到一个食物的时候 他就拼命地抓着 非要吃遗嘴 刚才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小麻雀 下面有一点点吃的东西 他不让路 非要把那个吃掉 所以我当时像我们学佛教徒 遇到一个新的东西 我们应该记得东西的时候 每一次如果这样记住 到时候可能自己 就像萨迦班智道说的一样 不会一天都是记一句 记一个颂词慢慢慢慢成为智者 很容易的 否则你遇到这些新的名词 这个也不懂 那个也不懂 这个也跟我没有关系 那个也是 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 对自己的生活有关系的 马上记住 对自己的生活没有关系的话 都不记住 这只是一种社会的毛病 我们应该对一些圣者 特别殊胜的法语记住 即使你这辈子不能变成智者 下一辈子变成像法成论师那样 有可能 下面第一个 你看 前面的第一个广说当中有三个 大家记住 所缘和形象 因缘这三字 这三个各自分析 最后有个色意 首先各自分析 嘉行道分为四个阶段 乱为和定位 还有人为和圣法为 总共四个位置 四个地位 首先第一个是乱为 什么是乱为呢 我刚才也讲了 一般的嘉行道德特点 都有证悟忠相的方式 来证悟一切万法的实相 然后所谓的乱为 就像我们依靠两个水母来摩擦 最后产生火焰的时候 在这个之前 要接近发出火焰来的之前 它有一种乱热 这个热是一种比喻 所以当你得到见到之前的时候 在嘉行道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种正乎空性上面的乱想 这是乱为 然后它这里有下品 中品 上品 下品 中品 上品的时候 实际上有些也可以这么讲 作为一个质量的 嘉行道的下品菩萨 他根基比较顿的下品 根基中顿的中品 根基非常不错的 利根者上品 这样也可以分 嘉行道的每一个阶段 都是有上中下品 就是这样的 还有刚开始在你相续当中生起来的时候 这个叫做下品 下品阶段 到了中间的时候 这种智慧一直在你相续当中存留着 然后到了中间的时候 这叫做中品位 中品位 然后到了这一个阶段 要接近结束了 要最高峰 在这个时候叫上品 所以我们每一个 有时候是上品 下品 中品的话 可能道友们不知道 对有一些简单的名词 也应该大家这样理解 首先我们讲软位 嘉行道当中的第一位就是软位 软位的时候 它有下品的软位 中品的软位 还有上品的软位 每一个位有不同的形象 还有所缘的差别 比如说下品软位 它所缘的差别和形象的差别 中品软位 它所缘的差别和形象的差别 还有上品软位 它有所缘的差别和形象的差别 本来我们这个课盘当中 还有因缘的差别 因缘的差别 所有的嘉行道都是一样的 所以它一笔带过 下面一笔带过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下面了解的过程当中 颂词跟讲义一定要对应 但是对应的过程当中 我看我们现在看的讲义 写得非常清楚 文字虽然不多 但是每一个 比如说下品软位的形象和所缘 有什么差别 中品软位的所缘和形象有什么差别 这些讲得非常清楚 如果我们真的记心 比较好一点的希望 道友们应该记在心中 我们就一发现 嘉行道的 软位的 它的证物 因为我们在这里主要是讲证物方面来讲的 然后缩短方面 后面会讲的 这个差别 大家一定要明白 首先讲到颂词当中 就是所缘无常等 四地等相 形象破诸等 十得三层因 色等逆举三 诸家离无所 主要这两个颂词 这一个多颂词吧 总共有六句 是吧 六句 跟讲语要对上 颂词解释的时候 这个乱为菩萨的差别也要对上 相关中原论讲的时候 以前有些辅导员和有些道士 分析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觉得有点 有些人认为有点枯燥 有些人认为比较难懂 有种种情况 所以我看网上的有些道友 今天学嘉欣品的态度很不错 大家认真的递听 尤其是你看电脑 在听课 不像我们经堂里面 我们经堂里面每个人拿着笔 很专注地听着的 但是有些电脑旁边的道友们 一边吃东西 一边 甚至有些人 边听闲观传论 边玩游戏 那肯定无法证悟嘉欣道的境界 那么下面就是说 我们先分析嘉欣道当中 第一个 暖位 暖位就是分 下平暖位 中平暖位 上平暖位 分三个 然后每一个位 它有形象和所缘的差别 那么这样的时候 所缘无常等是四地等相 这个是下平暖位的所缘的颂词 就是说嘉欣道的 下平暖位身份的菩萨 他的所缘是什么呢 实际上他的所缘是无常 无恶等等 四地所舍的 还有不仅仅是四地 四地等子里面所包括的 四地就是十六个相 所以大乘跟小乘有点不同 小乘直接讲四地就可以了 他嘉欣道的所缘 所有的 包括一些色法 所有的人物等等 这些十六种争议 十六种争议都没有的 长也没有 无常也没有 哭也没有 不哭也没有 他整个远离十六种相的 这种境界打成小平暖位嘉欣道的所缘 然后他的形象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作为对境 他这里形象破诸当 形象用这句话来说 小平暖位的菩萨 他的形象是什么呢 他对刚才前面十六形象也好 四地所舍的一切万法的 十六种争议都不去任何地去执著 所以他在这个当中 一个是所缘是四地两边的法 然后他的形象不去执著 你看颂词当中也讲了 破诸等 破一切执著等现象 然后这个是所缘和形象 十得三成因 十得三成因 这个很关键 其实这句话给我们下面的全部都要用 因为这个因缘 下面都是没有过广说 那么这个刚才四加行当中的第三个特点 就是因缘 那因缘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为 缘觉 菩萨 这三个见到的因 当然这个加行道是成为所有的 所以不仅是我们现在这里 暖位 还有定位 人位 事发地位等等 全部都因缘成为见到的因 这个只是说一次就可以了 下面都是 所谓的因缘就没有提 下面所有的这些阶段 只讲所缘和形象就可以了 这是刚才颂词当中 有一个偈颂已经讲了 这个大家要记住 这是下平暖位的形象和所缘 中平暖位 还有上平暖位的所缘和形象 实际上后面的这两句 舍等利俱善 还有诸家里无所 这个颂词发尊法词翻译的时候 跟我下面稍微有一点点不同 这个是我下面做了一个注释 但是我们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先要了解中平暖位的所缘 中平暖位的所缘是什么呢 它这里 舍等利俱善 舍等利俱善 实际上这是中平暖位的所缘 也就是说 中平暖位的时候 舍法 舍身 相违 或者舍法 相法等 无垠为主的一切万法 实际上他们都远离了聚 聚指的是建立的意思 离的话 聚就是建立的意思 然后善 实际上是破除的意思 那么舍等一切万法 本身也是远离一切剧善 远离一切剧善的话 实际上是三十二种争议 三十二种争议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都远离了一切建立的法 也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柱子 它舍法也不存在 这叫做舍法建立的部分也不存在 举的部分也不存在 舍法利的部分 善的部分也不存在 破的部分也不存在 意思就是长也不存在 不长也不存在 白也不存在 不败也不存在 那么这样的境界也好 这样的所缘 指的是中品乱为的所缘 然后中品乱为的 它的形象是什么呢 按照法诚论师的话 他这里面有个安住的住 住家里所 他这个住 加上前面的否定词 利 利 举 山 住 如果住 它有一个不执著的无常和 安住的常有 这两者都不存在的话 这个就叫做中品乱为的形象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房子 品子等所有的这些法 他安住的建立的部分也不存在的 不安住的常有 中相的方式和自相的方式 这两者都已经没有的话 这个就是中品乱为的菩萨 所证悟境界的智慧的形象 意思就是诸和不住都不存在 法尊法师那个翻译里面 稍微有一点差别 解释的时候 我当时翻译的时候有点那个 有时候翻译了 一字一句地坑的话 好像是老个坑骨头一样 很累的 所以翻译好了没有人讲你 一般都是这样的 就是谁都不会说 你翻译得很感谢 很不错 一句安慰的也是 基本上我现在已经这么多年来 刚开始从八七年到九七年之间 基本上没有大的文字 这是口头上翻译 然后从九七年到现在 接近有十五年的时间 拼命地翻译 但是从来没有 从来没有 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 没有一个人说 感谢你 但是经常这个不对 那个不对 一般挑战性很强 这种所以我想给法尘法师 也不能发很多态 不然他在法界心当中 也有点显现痛苦 也不知道 我理解老和尚的心态 我是故意给你们那个 因为讲相关状态 不像讲其他一样的 你们害怕睡着 刚才这个安珠 安珠分两个方面 这叫做形象 这是中品软尾的形象和所缘 大家知道 然后上品软尾的所缘和形象 我们颂词当中是 家里无所 家里无所 刚才这个安珠的珠 它前面可能要加上 前一句的伏定词 这个珠子 一个是 藏文当中有两个 一个是离珠 愿离安珠 这个是无常的意思 还有一个安珠 这个安珠是常有的意思 有两方面的意思 我在小标当中 舍等离居善珠 这样可能是不好 懂一点 上品软尾的所缘是什么呢 所缘实际上是家里 这个字 凡是死地所舍的所有的 一切万事万物 就是如梦如幻 如养颜 像《金刚经》里面 所讲的一样 完全是一种家里的 并没有一个石油的法 这个是一种如幻的相 这个是它的所缘 我们要通达一切万法 如梦如幻的话 其实家行道的 伤病乱为的菩萨 他还是很不错的 他的这个境界当中 确实有这个标准 一般我们凡夫人 很多口头上说 甚至有些家庭吵架的时候 如梦如幻 如梦如幻 但是实际上真正能懂 懂得没有如梦如幻 也很难说 只是可能口头上说如梦如幻 真正的如梦如幻 是家行道菩萨的一个所缘的境界 这叫做颂词当中 有加力的一个词 家行道的 上品难为菩萨的境界当中 他的形象是什么样呢 他的形象 凡是善也好 恶也好 所有刚才我们说家里的 如梦如幻的这些境界通达了 通达的这个词汇 是他的形象 所以前面 乱为菩萨有上 中 下 不同的三品 每一品都有形象和所缘的差别 当然这个因 整个家行道都开阔就可以了 这是乱为菩萨 以后有些人问 你们不是学现观传论 学现观传论里面 听说是一种乱为 那么这个乱为是什么意思呢 你就不能回答说 哦 乱为呢 因为冬天的时候放空调 比较温暖 那个时候的一种感觉 叫做乱为 那你如果这样说 肯定是搞错了 或者说我自己衣服穿得比较热了 或者我出汗了 那个时候我的境界 叫做乱为的话 这也说错了 但我想也不会有这么愚笨的人 也很难说 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那下面我们讲第二个 定位菩萨 我们这里是因为大乘贤光照论 我经常加一些菩萨 让你们明白 下面讲定位 那么定位也是同样的 实际上定位有上品 中品 下品 今天我们只讲 把乱为和定位的境界就可以了 认为的话 我们就下一堂课 这个是下品定位的所愿和形象 讲了这个 那么前面我们 摄等不安住 七体无自行 实际上是这两句话 已经讲了定位菩萨的所愿境界 什么意思呢 摄等不安住 我们摄法也好 或者是心 想等一切的这些法 在四地当中观察 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完全是一种空性的 它不可能安住 任何一个变的细论 七体无自行 完全是 在我们看来好像是存在的 但实际上它的本体是 摄等这些诸法的本体是不存在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 黄色的不存在的 然后绿色的也是存在的 但是这个完全是 一种错乱的 实际上摄等不存在 摄等是空性的 空性的自行不存在的 就像有淡云的人 看到黄色的海螺一样 其实黄色的海螺 在它的本体上是绝对不存在的 同样的道理 一切万法在本体形象上是不存在的 完全是一种空性的 有些说是 刚才前面的商品乱为 破除如幻如梦的执著 是这么一个境界 然后在这个颂词 讲破除空性的执著 也就是说 破除幽像的执著 幽像的执著 全是空性的 七体无自行 那么这个 讲下平定位的所缘 然后后面 必等自行以不足无常等 这个是下平定位的形象 它的形象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讲的是 一切万法 它的本体是不存在的 不存在 为什么不存在呢 它是在这个 它的自行 在空性当中 根本不足什么 无常 常有 或者白色 红色 然后我们所谓的道友们等等 各种各样的 我们每天都是拼命地开始追 拼命地很多人 对生活相当相当地执著 我们现在有时候 遇到身边的人 真的没有学过空性 没有学过相关壮论 也是很可怜 也没有办法的 本来人来到这个世界 什么都没有带上来 自己连身体都是暂时接来的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也什么都带不走的 我们现在世间当中 很多一些富贵的人离开 然后什么都带不走 连自己的身体也是带不走的 也是前往后世的 但是不知道这个无常的道理 还有我们现在每天 特别特别所执著的一切的一切 实际上它的本体 确确实实也是无有的 没有的 只是诸物菩萨和一些圣者们 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凡夫人都不知道 不管你有智慧 你是什么领导也好 有些领导都很傲慢 连那个茶杯都是 哎 来 你给我拿着 本来他自己拿一个茶杯的力气 应该是有的 但是装着自己 是一种特别了不起的人物 哎 来 给我拿着 我的宝 你来给我拿着 所以我们一切的一切 都是无有习论的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小品定位的形象 菩萨的形象 因为空性的原因 什么执著和习论都是没有的 所以一般来讲 一种定位 它这个定位 在所有的世俗法当中 它是最定成的 我们在世俗法当中 最定成的 所以叫做定位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一般的善根也是 不被邪见摧毁 我们以前讲一些戒律 善根 产生邪见的时候 以邪见的罪恶经常有摧毁 但是到了定位的时候 一般善根也是能保持得到 不会摧毁的 那么这个菩萨 他证悟的空性 不容易被摧毁 而且他并不是口头上说的 我们很多人没有得 乱为 定位 认为的话 口头上说是这样的 但过一会儿的话 说完了以后 有可能没有了 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有些道友口头上说 就是一切万法都是空性的 一切万法都是平等的 清净的 尤其是天气也比较热 心情也比较好 再加上吃得不好 穿得乱 什么都可以的时候 讲很多禅宗最高的一些境界 每天都是念几个 特别好听的教证 但是天气也不好 心情也不好 生活出境等等 各种违缘的时候 连这些想一想不出来 我们还没有得到这种 这是口头上 这是理论上了解而已 真正是得到这样的 乱定位的菩萨的时候 他不是光是口头上说 实际上是真正能做得到的 这是形象讲 下面是中品定位和 上品定位的菩萨的境界 必当必行空 必当自行义 不执着诸法 不见必想过 只会所观察 一切无所得 原来我们在学《现观传论》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醒来的道友 他一直不懂 他说《现观传论》里面有很多 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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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必顶 必顶 我都不懂 所以《现观传论》本来诵词 确实比较难懂 如果没有讲义的话 光是说是必顶 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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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能不好懂 你看这里 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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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首先讲中品定位的所缘 中品定位的所缘 前面的两句就是说 必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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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义 意思就是说 舍等一切万法实际上是双云 双云的本体也是空的 前面是有相 如环的本体也空的 空性的本体也会空的 那么显现和空性结合起来 我们经常讲的是双云 像所谓的双云的本体要不要存在 显和空的本体 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好像觉得 显空双云还不错 显空双云的境界应该存在的话 那这样的本体也实际上是空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空性当中 自行远离一切细论的境界当中 那么这些都是 与空性一为一体的 无二无别的没有 不存在的 也并不是不存在的一个单空 当我们表示的时候 只能这样说 这就是说 中品定位的菩萨的所缘境界 也就是他的所缘就是这样的 然后这个形象是什么呢 形象当然我们就非常清楚 要通达了所谓的双云也是 完全已经得到清净的智慧 叫做清净 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说是 不知诸诸法 主要讲 中品定位的菩萨的形象 形象意思就是说 对方所有的双云的境界 也没有任何执著的 禅宗当中也是 我们前面讲什么 无限 无量 昨天我们不是刚刚讲 无相 无量 无助 这三者其实在现观传论当中 以理论的方式 或者以菩萨的不同氛围来 解释的时候 非常清楚的 这个是他的形象 不知诸诸法 好 道友们这次学了现观以后 一定要从颂词上给大家讲 现观传论一般颂词讲一遍 再讲广的讲义 这样之后 现观传论应该是比较明白 但如果彻底明白的话 我原来也讲过 格鲁派的现观伴要好多年了 好多年 我们学院当中 上相观伴和下相观伴有两个伴 一般至少也是两三年 也这样的 但我们也算是一个创造缘机吧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对五部大论都结下一个善愿 尤其是你们有些年轻人 特别希望五部大论都 即使你听不懂 也是这辈子种下一个善根 每一个都已经听过 这样也可以的 这个也听过 那个也听过 懂不懂 里面的十六形象是什么 四分别是什么 不懂 不知道 上面的不见弊相果 只会所观察 一切无所得 这个是上品定位的所愿和形象 上品定位的所愿是什么呢 上品定位的所愿 不见弊相果 意思是什么呢 四地所舍的一切法 远离了一体一体的相 我们昨天也不是讲无相 为什么六祖讲无相呢 它有一切法的相状 相状到最后也是一种障碍 其实我们照相 执着相的话 我们人类最大的危害 其实我们对很多相去执着 比如说颜色 本体 还有一些价值观的相 世间上所有的众生 都是耽著相 这一点真的是 我们经常所谓的业力现前 比如说 东方人和西方人也是不同的 我们一个国家 不懂民族和不懂出所的人 他们对执着和他们的爱好 也是不同的 包括我们吃饭的时候 你执着的相都是不同的 有些人喜欢多加一点烟 有些人不要加烟 有些人多加一点辣加 所以十个人 有十个人不同的口味 这就是每个人的业力和相的执着不同 所以在真正的 上品定位的菩萨所愿 一切的相都平等的 他不见不同的相 一滴一滴的各种相 他不会有的 然后他的形象是什么呢 智慧所观察 一切无所得 他以无我的智慧来 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一切相状的时候 到了最后的时候 一无所得 确实这些相 你说这个烟巴多一点 烟巴少一点也好 这个衣服很漂亮 有些喜欢蓝色的 有些喜欢白色的 有些喜欢红色的 所以世间上所有的人们 每个人都 他自己觉得 自己下面所追求的东西是真实的 但实际当中 确实里面都是一无所得的 真正的一些智慧 这一点是佛教的这些理论 现在西方很多的科学家和理论学家 他不得不承认的 因为确实是理论上 这样说下去了之后 本来有些西方人 他可以说是有种现行的教育 就是不容易改变 他最主要的原则 他就不接受外来的教育 但是在理论上 给他进行辩论的时候 他就不得不承认 确实也是 我们每个众生 他自己认为这是真实的东西 实际上都是一种相的知识 但是这种相的确本体是没有的 这一点世间当中 从来没有对佛教研究的一些 包括量子力学的一些智慧 或者一些心理学家 他们也稍微懂得其中的部分内容 但是他们没有完全 所以我经常看到这些智者们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一种感觉 他们都学习了 大乘佛法的利他的思想 学习了大乘佛法的空性观 知道他们也有所觉悟 这种觉悟 也是人类本有的一种智慧 应该是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种缘分 只不过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 他们都是没有去挖掘 这一点可能这种因缘 我想很多佛教徒是明白的 但非佛教徒不一定明白 明白也不要紧的 因为这个世界很广阔的 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生存 有各种各样的人可以生存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了 上品软位 上品定位的菩萨 他的所缘和形象 跟前面的这几种完全是不相同的 所以前面一个是软位 一个是定位的 每一个位有上 中 下 三品不同的境界 也就是说 他上品软位当中 比如说一年级当中 一年级一半 一年级二半 一年级三半 那么一年级一半比较而言 智慧比较差的 一年级二半应该是一二三 一半是最好的 是吧 二半是不好的 三半是第三名不好的 是吧 我们这样分的 是不是这样 不是 因为我这样分的 那好吧 你们稍微大概一下知道 你们都是智慧 不用我来说 好吧 好 今天讲到这里 있視乎一下 三大胆 观念很好的 把~~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